好 現在各黨的派系 真的是馬不停蹄 因為公投案就要到了 像是這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也是全臺跑透透 還是到了桃園市平鎮區來宣講 我們來聽聽他的說法 朱立倫說四大公投議題 攸關民眾的健康安全問題 希望大家能好好思考 在十二月十八號站出來 投下同意票 面對民進黨 為鼓勵黨公職加強催票 釋出的績效獎勵 也讓朱立倫說 國民黨會跟民眾站在一起 用民意對抗指正黨